大家好,我们的参赛作品名称是云端绿轮居家监控系统 世界正走向万物互联的物联网IoT时代 而将物联网的概念融入生活中 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极大的转变 因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忙碌 待在家中的时间甚少 故对于居家安全、家电自动化与监控的需求大增 若随时随地都能运用远端监控 相信将可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当今智慧家电尚未普及 许多功能吸引的家电,价格也提高许多 对于大众来说相当的不友善 我们思考了许多方向 那是否可利用既有的WiFi、红外线及蓝牙来打造智慧家电 打破现今智慧家庭去更换整组家电及成本偏高的现况 根据资测会Find在2015年的调查指出 国内行动装置用户达到1604万人 约每4人便有3人为行动装置使用者 其中智慧型手机普及率约73.4% 推估约为1525万用户 而手机在现今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故结合手机控制一切将显得十分便利 我们的云端绿能居家监控系统 创作理念源自于家电整合、远端监控、绿能减碳 以万物互联的概念 一、家电整合 整合家中甚多的传统遥控器 利用手机即可控制所有设备 二、远端监控 远端监控家中环境与状况 取代现今的保全系统 把握黄金处理时间 三、绿能减碳 记录并统计每月用电量 制作出用电图表 达到绿能居家 四、万物互联 结合物联网 无论身处何处 皆可进行设备控制与查看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这个遥控器所使用的APP 那当进入这个APP之后 我们会先进到登录画面 登录画面 预设账号为Admin 密码为12345 即可登录 进入组程式后 这边共有六个不同的按钮 第一个按钮为设备控制 第二个按钮为设备状态 第三个按钮为条件设定 第四个为日日记录 第五个关于我们 第六个关闭 进入设备控制后 方可进行标控 一、风扇开 风扇关 电灯开 电灯关 电视开 电视关 电视频道加 声音加 声音加 此为红外线发射电路 可将传统红外线遥控器 进行整合 以智慧型手机控制 我们以红外线电扇示范 电扇开 转向 电扇关闭 接着进入条件设定模式 可选设备有 风扇 灯 电视 我们以灯作为范例 条件选择亮度 当亮度 为风暗时 进行开灯动作 为达成时 进行关灯动作 送出 设定成功 我们进入设备状态 进行校验 目前室内灯为暗的 进入后 执行同步动作 目前室内 因为昏暗 缘故 所以 自动开启 灯 那我们以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 当作光源 当作光源 进行校验 再次使用同步 及关闭电灯 离遗开官员 再次同步 及开启电灯 接着进入日制记录模式 进入后 可依照不同的标签 进行取得日制 所有取得 这些皆为日制 也可依照日期 选择日期为今日 取得日制 4号 取得日制 最后 关于我们 错误回报或提供建议按钮 当按下去后 会呼叫 Gmail App 进行错误回报 进行错误回报 关闭 进行错误回报 进行错误回报